好了那你重新开始说吧 因为你刚卡了 就是我接下来说的 一个事是咱08年整个四川的一个痛忙 我当时在读五年级 我是那个民族汉王政人 当时我是被埋在了下面 然后我们班 我们班一共有77个 最后走了70个 还有4个是残忌 然后就是今天那个事 可能整个民族都知道 就那个76年某那个街道那个事 你们知道吧 嗯知道 然后然后我们又那个 我自己经历过那个事 我是被埋在 我也不知道埋了多久 那天又在下雨 突然就有很多那个愚症 这个能说吧 嗯愚症 然后我就我就很听很清楚 听见外面有些人还关灯赶紧 关灯赶紧册赶紧册赶紧册 然后之后 我好像就那个被一股东西 一股啥东西 就直接把我从身体当中 直接尸测出去了 我看得见我的 我整个人是趴在那 但我自己又一直在往下面飘 之后呢 就听见很多那个车的声音 是那个古代的马车 还带铃铛 嗯 然后有两个人 拿着那个很长的那个 像是红银枪那玩意儿 嗯就直接把我们就赶紧赶上 内容赶上去 然后就把我们弄走了 走到一个地方 就看到一个排放 然后又又把我们赶下来 嗯之后呢 就叫我们排队嘛 然后那个地方整体都是黑色的 你只能听到下一位 下一位下一位这么喊 好不容易到我的时候 我们我就看见我们四川那个阿姨 叫做那个娘娘嘛 嗯 我们那个就是说 我就用四川话 当时还不会普通话 我就说 哎娘娘 这是哪个地方 他当时看了一眼我 嗯 然后又看了一眼 手中的那个那个 就像书一样的东西 嗯 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嗯 如不归此地 树归 然后他一挥手 我直接啪击就就过来了 嗯 最后呢 是听见很多那个 搜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狗嘛 那搜救犬在那儿 在叫 然后外面一直在敲那个 就一直在吼 有没有那个 那有没有人 当时不像现在有那种先进 完全是看好 什么探测仪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 嗯 我当时就就回到我自己 属于我自己的身体 那个瞬间 我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听见声音 嗯 然后就拿那个砖头 敲那个玉子板 当当 最后那个好像那个狗 那个狗狗发现我了 然后就一直在那叫 后面就把我搬出来 把我搬出来 我就是好像昏 就昏迷了两三天 但很幸运的是 我的那个左腿是被 当时是被压着 嗯 已经快到那个快 断的那个地步 快截至那个地步 嗯 之后在梦里 我又梦见了 那个 就是那个所谓的阿姨 那个娘娘嘛 嗯 他就跟我说 孩子 你在未来 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别怕 我当时听得很懵 然后他就朝我的那个腿 一摸了一下 第二天 那个单位的那个医生 那种单位的那个医生 都觉得 我去 你这个腿都要那个 快那个结了 你居然 现在好了 嗯 然后我又把这些事 就给他们 给当时救我的那些人 他说 然后他们都很 就是那个很沉默 就好像是知道什么事情 但不能说 他就说 孩子 大难不死 你必有后福 嗯 就这个事 我靠 确实这个词挺霸气的 乳不归此地 速回 我操 呃 是零八年的事吧兄弟 零八年 我是 我是汉王子 我们那个 种栽区 嗯 就说 挖了 嗯 挖了很多 挖了很多肝 但绝对 不止 走了那么多人 零八年你多大 那年 嗯 零八年我十一岁 十一岁 你现在在在哪 在在在 他们说你在得养 对 我在得养 我靠兄弟 在市中心 昨天是有一个兄弟 说啥呢 说这个 今年七月份得养 这个 所以说我很害 我很害怕 就上了 前段时间 咱们咱们那个地方 也那个啥的嘛 就是跑啊 嗯 不是可以跑吗 有很多人在网上 那么喷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零八年 那个 那个东西 不是你想跑 就能解决掉的 你是根本就跑不动 你像整个人 都是踩在那种海绵上 你 脚使不上劲 嗯 我靠兄弟 牛皮 这个台词 首先我记录一下 这个回头给拍个 小小的短片 我操 乳不归此地 素归 我给他记录一下 兄弟们 可以 然后后来 后来我就 后来 就是你们听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 小时候你救出了我 后来我成为了你 此话怎讲 因为小时候 我记得是那个海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就是在海洋上的那个单位 然后救出了我 后来我成为了陆地上的那个 海洋上的 陆地上的是啥呀 老陆 老海 GUN是吧 均是吧 PLA 对 嗯 OK OK 然后就没了 谢谢 不错 不错兄弟 好 感谢分享啊